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组织力量到华盛顿 去控告美国政府的事情 大家都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也有两位特别来宾 一位是我们考试院的前院长 姚家文院长来到我们省鹏 还有另外是我们洛杉矶的 江建祥律师来到省鹏 今天我就请他们两位来聊一聊 林志生他起诉美国政府这个案子 他们的看法是怎么样 姚老师你好 姚老师你好 你好 可不可以请你来聊一聊你的看法 我们知道你一向对这个 在媒体上面一向 非常的针对他们的 找出事情的始末 你说得很清楚 那你今天可不可以借由这个机会 来我们跟姚老师讨论这个事情 林志生这个案子 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 就是说台湾人没有识会感 因为我跟姚老师 我们都是学法律的 实际上姚老师出事的时候我还在读法律 我那时候已经在当军法官军法书记官在美丽岛事件的时候 你说出事是被国民党抓去关 美丽岛事件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可是我们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姚老师那时候在辅大教行事输送法 我们也看他的书也对他很敬仰 那么我们学法律的人只有一个优点也是缺点 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 搞得很清楚没有灰色的地带 那林志生这个案子的本身呢 他的理论基础是悬空的是不对的 他是从对于旧金山合约的错误解释 然后对于条文的咬文厥制 里面想去产生一个另外一个新的道理 那当然你可以做不同的学说 我们都不反对 像我们在读法律的时候 我们如果考试忘了背的是什么东西 我就自己说假说是什么 以说是什么 然后丙说 然后最后说通说是什么 那实际上那个假说以说丙说 自己凑出来的也有 也就是我说你说 胡说八道 那考试学生的目的就是这样 可是你在做学术研究一个建国活动里面 你提出理论的时候 一定要那个很踏实的基础 如果他的理论本身有瑕疵 都是可以可受公平的事情 那么今天他跑到美国来告美国政府 实际上他不是告美国政府 他是利用申请所谓台湾国民护照 这个理由被拒绝以后 然后一阶一阶的踏上去 想要在美国诉讼里面 取得一个政治舞台 那这整个事情的过程 我有很多琢磨 那在这里我最主要的 要谈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对于这个理论非常不满的地方 只有一个字奴 我们台湾人应该要自己当家做主了 他的理论提出到目前为止 还是要你当奴 要把自己降低为美国人的奴隶 那现在美国人说我不要你了 你看他最近的文章开始变成日本人了 他现在说台湾的主权 还是属于日本人所有 这些东西都是我反对的 我主张台湾的主权在民 在所有岛上台湾国上面这些人民 他们又握有台湾的主权 而不必主张说这个主权什么领土主权 然后从大清到什么地方去悬空给美国 然后现在美国不要了又丢了日本 这些都是错误的 你们两位都是律师 我们跟你讲旧金山合约 你说他的错误在哪里 我们看姚律师 您的看法 林志生的问题在台湾影响很大 所以我最近几个月 很全力在围剿这个理论 甚至找到李登辉 说服李登辉 让他担任李登辉自由会的秘书长 利用李登辉自由会的名义 到处去宣传 我认为他是在欺骗台湾人民 因为他利用台湾人民一种恐惧感 说中国会来拿台湾 台湾变成中国领土 我们被共产党统治 很多人怕这样 所以我像在美国 在台湾就听到一种声音说 我们不能做 不要做中国的国民 我宁愿当美国的国民 所以台湾能够被美国统治 变成美国的国民 能够拿美国护照 有什么不好 我就听这个觉得很可怕 那这种是一种对台湾人民的欺骗 我们独立法律都知道 你任何主张要有根据 你说台湾是中国美国的领土 他说讲一大堆理由 这是在我们在台湾好几次的开会 一再澄清这观念 甚至我们对程中某当李登辉自由会会长的主张 我们也跟他见面讨论很多次 到最后我们终于说服李登辉先生 叫程中某离开台湾自由 李登辉自由会 当然这个林志生也离开这个李登辉自由会 李登辉我们跟李登辉讲说你是主张两国论的人 表示中国一国台湾一国人 怎么会让一个主张台湾不是一个国家的人 去当你的李登辉自由会民宿长 而且他讲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台湾是美国领土的另外一方面就一直讲 台湾人没有资格建国 不能讲独立不能讲证明不能自信 不能交联合国 台湾根本不是一个国家 这个显然是跟我们建国运动畅缓掉 所以我就非常生气 经过台南党主席黄坤飞 还有几个人的合作 李登辉先生终于答应 不再用他做 李登辉自由会民宿长 他就去找陈水扁总统 这个事情让我们有点驚慌 我们对陈水扁总统这个做法非常生气 所以陈水扁办公室 他们就叫我去跟陈水扁总统去监狱去看他 劝他澄清这个事情 我们发现这个林志生有欺骗的嫌疑 他包括当初对外说 他在美国打官司告美国政府 其实不是 他没有告美国政府 他只是要求美国发执照 发那个护照给原告几个人 根本不是在争取什么一大堆 给陈水扁签的东西也跟他媒体讲的不一样 所以很多签到法律的技巧 他是很巧妙的 他在法院讲的一套 在外面讲的一套 陈水扁竟然签委托书签一些声明稿 对陈水扁损害很大 我去跟他讲说你是主张中国台湾一边一国的人 我们支持你也是因为你主张台湾中国一边一国 你怎么会去说台湾是美国的领土呢 这些人你就被关这些人来声援你 因为你是主张中国台湾一边一国 我们才声援你一旦你放弃这个主张你的声援在哪里 而且你跟你一向的主张不一致 既然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怎么变成美国的领土呢 你是台湾选出来总统怎么变成美国的行政管理人呢 这是很莫名其妙是很大的错误 这个林志生公开讲是说 说这个他跟陈水扁讲 只要你去打这个官司委托我去打这个官司 民国法院就会传你去作证你就可以出狗 这更是莫名其妙 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 所以我就欠署随便宗总统你好好思考 他当林志生被李登辉赶出李登辉自由会以后 你怎么会爬到你找你 你竟然会接受他欠东西给他 陈水扁总统就说他以后不会再跟林志生见面 也不会再提出任何主张 牵什么东西 所以到现在林志生跟陈水扁实在没有关系 各位讲 我们第二节我们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原始的一种情形 马上回来 好 马上回来